小燕子 这个大只叫小燕子 小燕子 它就这样每天在家门口徘徊 也不回家 这个大只非我进钱的叫小燕子 我们家小燕子每年的11月初就回来了 今年一直没有回来 前天我仲在楼面 我突然觉得有个鸟落在我身上 我一下子感动了 我觉得小燕子 当时想都没有想 立刻登下告诉两万 两万你看你的小燕子姐姐 我老公说我犯了个最大的错误 我都快后悔死了 两万一看我身上的小燕子 飞身就起来啄它 小燕子也不示弱 啄了一口 从窗就飞出去 就这样再也没回来 我后悔死了 可是小燕子这两天都在家门这里徘徊 我老公说难道你忘了 两万讨厌八万 难道你忘了满汉不同婚 他们虽然都属于鸟类 他们家族不一样啊 就这样 每天早上出来呼唤小燕子 这个大只就是小燕子 我一呼唤它飞到我面前 其他的都会有我狠眼 小燕子啊 你快回家吧 回家我给你准备了很多面包虫 你要吃饱饱再出来啊 真是太后悔 忘记两万讨厌八万那个现象 两万呢容得下小燕子 小燕子 小燕子起来吧 起来 还要睡吗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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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它懒得 起来吧 这里的春天最美丽 小燕子 穿花衣 面年春天来这里 小燕子 眼睛一直逼着 真是睡得好幸福 你看刚醒完早 它翅膀打开了 现在干了 你就是打开 它就不打开 你看打开它就变回去了 它多聪明 它太聪明了 它的头部还没有干 它对着太阳在那里晒 它尾巴和翅膀都干了 哎 希望小燕子三月份 要飞回比方的时候 再回家一趟 让我给你喂饱饱 真是后悔死了 你们骂我吧 这次我真是犯了错误 老公说的对 鸟类都有自己的家族观念 像我们人类一样 满汗不通灰 哎 你看 这个家伙就是小燕子 我一喊 它就飞到我的镜头前 其它的都很远很远 我这两天 每天会来找它 等我找到了 再拍给大家看 哎 感谢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了 哎 开心不起来了 我听说 这里的春天最美丽 嗯 还能有看 你们就像我一样 就像你一样 你一样 你很自然